一大早高雄的天空一片灰 萌萌彷彿被浓雾笼罩 卡了一層灰 高屏24号上午空瓶差 能见度更差 户外民众通通戴起口罩 天空特别雾 骑车也是会能见度差 很无聊 感觉空气很不好 有今天的空气比较差 所以骑车都要戴着口罩 早上出门的上班族嘴有感 但明明前一天高雄晚上才下雨 但空瓶却没有好转 高屏各地空瓶橘色到红色紧接 空气品质差到爆 这所谓的北风或东北风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会导致这边的一个 扩散条件都会比较差 环保局表示因为污染物与水气凝结 才会雾蒙蒙一片 但空气污染容易造成呼吸道过敏 对人体有一定程度危害 但除了戴口罩防空污 其实用吃的也能降低空气 对人体危害 维生素D对我们的呼吸道 也有保护的作用 减少发生感染的一个几率 根据营养师说明 可以多摄取动物内脏补充维生素A 也可以吃水果抗氧化补充维生素C 最有帮助的是维生素D 像是深海鱼类也可以舒缓呼吸道 摄取更多营养防止发炎 降低过敏症状 在空气灰蒙蒙的时候 民众吃对食物也能自救 记得陈欣马嘉瑜高雄报道 老师的防止发放 如果不是 老师的防止发炎 把防止周围稠维生素C 一定会一直都把条件发化 专项地毁 保证 您的防止发炎